生命不息,观影不止,欢迎收看宁威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恶搞科幻电影《钢铁苍穹2》 纪临总督 接着上一部《钢铁苍穹1》讲起 2018年,月球纳粹部队与地球产生了战争 导致了地球的河末日 地球最后的幸存者来到了月球,找到了避难所 正是之前俄国纳粹的月球基地 电影开头,一艘未知飞船来到了月球基地 女主小黑用了这艘飞船,使她成功着陆在基地内部 原来是俄罗斯人大雄 由于地球末日,在驾驶飞船逃离地球 也是人类的幸存者 这里的人都信奉乔布斯 其中有一个人的苹果手机越狱了 直接被教主处以畸形 当场手机爆炸,被炸死 小黑轮动大锤子,砸碎了玻璃门,走了进去 见到了自己妈妈大白毛 这里我就不明白了 妈妈是白人,女儿怎么是黑人 大白毛此时病得很严重 咳嗽不止 月球基地的维生系统递将瘫痪 小黑夜以即日地做研究 为了使维生系统能够正常运转 小黑发现了一个黑人行踪刻意 跟踪黑人来到了一扇铁门 打开铁门走了进去 直接被黑人打昏 黑人揭开面罩 原来是之前基地的纳粹元首 他还没有死 小黑挣脱开绳索 与元首打了起来 元首被打敷 交给小黑一个巧克力一样的东西 说能救小黑的妈妈 大白毛吃了之后 果真气脉相通 病就好了 回来见到了元首 元首吃了一块巧克力 立马断掉的手指就长出来了 并给小黑养了人类的起源 原来元首和哥哥是外星人 由于飞船受损严重 降落在了地球 一看这里环境也挺好 又住下来 哥哥给两只猴子 吃了巧克力 这两只猴子 叫做亚当和夏拔 头一次听说 人类的起源原来是这样的 地球内部是中空的 元首和哥哥都进入了地球内部 里面有很多巧克力 元首给了小黑一张 地球内部的地图 说巧克力就在一个圣碑里 小黑带着大雄 光头和教主 返回地球 去抢圣碑里的巧克力 这样就能拯救全人类 大雄的飞船 绕路并不顺利 避免裂开了大风 飞船直接掉了进去 就这样来到了地球内部 这里全耗人造太阳来供能 一行人来到了雅丽城 这里住着雅丽人 对人类十分不友好 首领们正在开会 他们是谁 就不用我多说了 红衣眼睛女 正是原美国总统 小胡子走了进来 告知大家 地球核灾难 正是美国女总统造成的 大家把他团团围住 将他蚕食 一行人在这里见到了乔布斯 原来他并没有死 随行而来的信徒们 纷纷上前跪倒在他面前 小黑带着另外两个人 逃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碰到了执行的士兵 为了掩护小黑逃跑 光头和被放出来的 两只恐龙打了起来 但光头并不是恐龙的对手 光头被咬伤抓了起来 小黑和大雄 扮演雅丽然士兵 打开了圣地的大门 走进去 发现了要找的圣碑 小黑爬上去偷走了圣碑 此时被抓的教主 也被乔布斯吃掉 光头挣脱开绳索 很是教训了一番 乔布斯和小胡子 自己顺利逃跑 圣碑被偷走 人造太阳 空中落下 小黑和大雄 驾驶恐龙坐驾 疯狂逃窜 后面的人紧紧追赶 大家合力 一一将追赶者打下了车 被人造太阳吞噬 三个人好不容易 逃到了悬崖对面 驾驶飞船 从地球内部一跃而出 可是小胡子驾驶的 女中飞船 也钻出了地表 在后面追赶几个人 到达了月球 没想到 几个人刚返回基地 小胡子就到了 骑着恐龙 撞碎大门走了进来 红冲直撞 好是厉害 人们吓得四处逃窜 看到这儿 我们才知道 原来小胡子 正是月球元首的哥哥 他们两个人 都是外星人 就是小胡子 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小胡子 识破了弟弟的阴谋 元首 直接被恐龙尾巴打飞 这时候 大白毛喝了一口 圣杯里的巧克力 立马开始变形 向前飞奔 一脚踹翻了大恐龙 小胡子 也被砸死 没想到 此时元首 苏醒了过来 一枪打中了大白毛 死在了 马上要坍塌的基地里 小黑 带着基地内部 人类的幸存者 启动飞船 逃离了月球基地 可元首 驾驶小胡子哥哥的飞船 在后面追上了 他们一行人 并用激光炮 开始攻击他们 但没想到 元首手中的手机 正是死去的教主 这部苹果手机 已经越狱 小黑用大熊的诺基亚 黑进了苹果系统 元首手中的手机爆炸 小黑随之也被 大个粉碎 飞船内部的人 欢呼胜利 他们下一目的地 就是火星 电影结束 这部钢铁苍雄2 和第一部比起来 差得太远 特效简直差得 不能再差 也就只五毛 但仍然可以成为一部 精彩的搞笑科幻片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搜索观看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想看更多 有趣的电影解说 别忘了点关注 下期见吧 咱们 可以